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就跟大家講一下嚴明熙Gigi的新聞 Gigi近期因為聲聲不息爆紅之後 一直都穿梭香港內地 除了在香港上巷,大家都會在香港 間中拍到他的終職之外 近日他也獲邀為這個春晚的演出 日前他回到內地進行彩排和錄影 節目裡面穿上粉紅色的山裙 和周柏豪合唱紫荊花盛開 少女味超濃 亦都拍攝了多段宣傳短片 包括採用廣東話Web 以及傳授保養劉海心得等等 因為太長期被人笑稱她是 就是這個啰嗦小姐姐 非常搞笑 近期Gigi因為回到內地宣傳和做節目 故此亦都跟家人感情已好的Gigi 趁著今次回到內地的機會 順便可以回去和家人團聚 大家都知道Gigi有很多親戚都在國內生活 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很多時候都不能回去 對上一次應該是拍攝這個聲聲不息的時候 今次趁著回去內地工作 亦都可以見一下她國內的家人 日前她在她的社交媒體分享了兩張 她和她最愛的媽媽在家裡的合照 亦都出了帖子寫著 2023年的新年心願 希望媽媽和她的乖孫女身體健康 天天開心 相片裏面的Gigi 和媽媽抱得十分溫馨 其中還有一張相片 她就鋪在Gigi小時候和媽媽的合照 即是說小時候一張 和現在最更新的一張 就拿來做對比 看得出相片中 小時候的Gigi 都是齊陰冬菇頭的髮型 面豬肥嘟嘟白酥酥 就非常之可愛 見到很多網民 紛紛留言讚她很可愛 就說這個寶貝 從小到大都沒什麼變太可愛 有人就說 小Gigi原來都是肥嘟嘟的 小時候都是這樣 有人就說 小時候劉海都很可愛 還有一個缺口 有人就說 媽媽抽大你 要多些陪下媽媽 現在Gigi也有親自回覆粉絲 其實自從Gigi 在星夢成為三冠王之後 成為了TVB的人氣王 甚至乎拍了這個聲聲不息之後 氣勢就有增無減 尤其是她在國內的受歡迎程度 可以用爆紅來形容 之前都有報導過 關於Gigi在國內的情況 其實她在香港出了幾首歌的成績 都非常之好 其實嫌這首歌在YouTube 已經有330萬的點擊率 而新歌很想約你 仍然都高居了這個播放極高的位置 非常之好 到現在做節目為止 已經有320萬 我相信要過嚴這首歌的點擊 就是時間的問題 以一個新人來說 短短出道了沒多久 有兩三首歌都有三四百萬的點擊率 當然之前的真話的清歌更加高 以這兩首歌來說 成績仍然是非常之理想 所以其實Gigi在樂壇的成績 開始給予很多不同界別 除了TVB的粉絲之外 不同的媒體不同的界別 都開始慢慢認同小天后的地位 又唱得形象又健康 再加上它這麼搞笑的火星畫 其實一直都很受傳媒追訪 以及很多很多傳媒的行家朋友 都很喜歡Gigi 講開Gigi 不得不提Aftercast 早前都出了報導 關於Shantel準備去紐西蘭升學 其實Gigi嚴明熙在日前 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 都透露過 有考慮過在廣州升讀大學 之前就說有想過 他就說 因為現在都已經上中六 即是高中 所以都會開始選大學 但是我就想了很多間大學 當然廣東或者廣州這邊都有很多 所以都有希望可以上其中的一些大學 他們都透露有兩科是自己比較想讀的 包括了時裝設計或者音樂科 即是他的強項 其實人氣王Gigi 因為之前和陳偉拍青春劇 青春本我結緣 戲內愛都以母女相稱 他們兩個的感情 無論戲內、戲外都非常之好 原來在Gigi心目中 一直都停留在小學階段 接受東網訪問時 自從小學開始看劇集 其中一套最喜歡就是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對陳偉在劇中飾演的觀音這個角色特別印象深刻 支持你也說 想不到有朝一日可以和陳偉媽媽合作 其實我以前見過的東西 或者去過的地方 可能去到大的時候都會經歷一次 想不到連在人的層面上都可以會面 那些記者就問他 那你和陳偉認識前後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支持就說 本身覺得我們兩個有距離 所以媽媽只可以遠觀 但是這一段時間交流多了 大家的關係就一步一步的累積 升華到另一個階段 所以大家見到之前 他們都有結伴去看演唱會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 但感情非常之要好 其實大家見到 除了陳偉之外 好像聲聲不息的林子祥夫婦 即是Lam和莎莉都很疼愛這個後輩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年輕人 其實人緣都非常之好 在不同的層面 當然啦 不只他那班自然粉 當然是很力撐偶像 但你都見到他在圈中有很多前輩 都對他愛惜有加 說回支持在國內的發展 其實他因為聲聲不息爆紅之外 在這個內地可以說是人氣急升 近日在微博的粉絲爆升 已經突破一百萬 現在在內地準備演出的賢明熙 不時都會在內地的社交網站 他一出帖子跟香港一樣都成為業馬 大家都可以知道 其實在國內對於 嚴明熙的報導和關注度都非常之高 所以近日也獲廣東衛視邀請他參演 2023年這個灣區的春晚成會 他亦都在內地的節目的時候 剛才說過分享他的髮型的保養秘訣 因為他的瀏海形象深入民心 成為了他的Signature 所以他出道至今 這個標誌性的齊陰 成為了他的Icon 亦都代表性 所以很多媒體就問他 怎樣可以維持這個齊陰瀏海 這個形象 不會被風吹亂的頭 做到這樣的效果 原來一點都不容易 他就說需要三層的發膠型 鞏固而成 他就說 首先你用風筒左右吹 吹完之後 將中間的一部份 即是頭髮整起 整起之後 再噴第一層的噴髮膠 噴完之後 就輪到下面的小層 再一層一層噴 噴完之後 再做下一層上來 然後就可以噴第三層的髮膠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大家看到 這個瀏海的形象很可愛 但原來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不少的網民都讚 非常之佩服 Gigi原來下了這麼多功夫 去保持著這個齊陰的形象 亦都讚他當然是非常之可愛 其實粉絲都不用擔心 很多時候 之前報導就說 Aftercast會不會因為上廳去紐西蘭 Gigi準備在國內選擇廣州升學 會令到Aftercast解散 其實大家都知道 TVB主力就不是捧這個 Aftercast這個女團 其實他們只是間中重組 去用這個形象去見大家 其實是各自的發展 再加上他們這麼小 其實都要兼顧學業 讀書都要有放假的時間 一重組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 用這個Aftercast的組合去見大家 其他時間都各有各忙 各有各要上學 就算他們沒有去解散 其實都在各自有不同的發展 他們三個女孩子 之前在Gigi回到國內 他們就用三個人的組合 去出席香港的活動 其實沒問題 至於Gigi這段時間 不在香港 大家的粉絲都不用掛念她 偶爾上微博看看 很快她回到香港的時候 大家又可以在香港的學校附近 又見到她的另一個形象 王家欣 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 在其他地方 野生捕獲到她呢 今集跟大家說 嚴明熙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